明镜的各位考生大家好 下我们开始23年驻快经济法基础班的学习 在正式讲课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跟考试复习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今年的考试政策 第一考试时间 今年驻快经济法 这个分成两个场次 第一场是8月25号 然后第二场8月27号 考试时间都是当天晚上 下午的5点到7点 这个时间120分钟 这个时间够不够 如果你问考试通过的考生 他会告诉你 时间有点紧 但是勉强还是够的 如果你问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 他会告诉你 时间非常紧 最后一个题还没做完 所以这个不同的考生 感觉不太一样 如果你的水平差不多了 这个时间就差不太多 然后第二个 考试形式 这个肯定是行 机考 就考生在计算机中端 获取实体 作打并提交 打击结果 大家对机考 并不陌生 然后第三 考生打卷 由中中学组织 集中 评约 考试公布的时间 预计呢 是在 11月下旬 来公布 考试成绩 然后第四 及格分数线 这个60分 为及格分数线 这个中中学在公布 及格分数线的时候 不可能公布 说今年66分及格 不可能 他肯定不会上调 及格分数线 但是呢 根据考试情况 如果60分及格 通过率 太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有可能 暗中下调 及格分数线 这个大家要清楚 什么意思呢 你上了考试之后 如果发现 说这套试卷 特别特别难 说连60分 也拿不到 拍桌的出来吗 别那么冲动 及格分数线 不一定 必须是60分 它是小于等于60分 所以这个大家要清楚 但第二问题 考试题型 主块经济法 三个题型 单选题 多选题 和案例分析题 先看第一个题型 这个单选题 总共26个小题目 每个小题目一分 单选题26分 四个被选项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做单选题的时候 有一个字 必须仔细看一下 瞪大小眼睛 仔细看一下 不 下列各项中 其中不正确的是什么 或者哪个不符合规定 不这个字 需要会玩 这个单选题 对考生而言 是难度最小的一个提醒 如果想通过考试 这个分析最好大于等于18分 单选题不能丢分太多 如果单选题能突破20分 经济法基本就差不多了 再看第二题型 多选题16个小题目 每个小题目1.5分 多选题24分 他四个被选项 正确答案2到4个 四个被选项 有可能全对 有N个题目 他的正确答案是ABCD 这代需要清楚 然后看评分标准 如果正确答案是A和C 考生只有选AC 才能得1.5分 不选错选或者漏选 均不得分 这个多选题或者0分 或者1.5分 这个评分标准非常严格 这个多选题 是大家能否通过 经济法考试 最关键的一个提醒 好多考生怕的是 案例分析题 我替你担心的是多选题 多选题 这个题型 如果分纸能超过10分 通过考试就有机会 更多的考试 特别是没有通过的考试 得分没有上双 一位数就很难通过考试 这是呢 前两个题型 单选跟多选题 都属于客观题 合计是50分 这个50分的 这个客观题 如果考生 想通过考试 这个分纸最好的话 能到30分以上 大于等于30分 如果不足20分 也不用 有太多的想法 但是更多的考生 是20到30之间 不上不下 然后坦特般的等着考试 再看一下 按理分析题 四个题目 合计50分 其中四个题目里边 有一个中处协会指定 指定说这个题 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英文 回答 如果使用英文回答 必须全部使用英文 你不能说一半中文 一半英文 这个不行 如果全部使用英文 回答正确的话 可以多拿五分 所以筑块经济法 最高的分数 是105分 但是合格分数线 仍然是60分 所以如果你的英文水平 比较好 可以呢 去在这五分上 去答答主意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会指定哪个题呢 票据 票据那块 一般会指定 99%的情况下 会指定票据 这块考生可以使用英文回答 然后再看一下 按理分析体 它的命题方向 和答题步骤 看一下 命题方向 在正常情况 如果这个视觉 不是特别特殊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 四个按理分析体 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破产 10分 然后第二个票据 10分 票据这一块 一般会指定 它可以使用英文回答 10加5 第三个 是雇权跟合同 相结合 就教材 第三章 第四章 相结合 这个题目 15分 然后第四 是公司证券 相结合 这个题目 15分 这是这四个案例分析体 当然这个 到考量之后 它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 来出现 但是建议大家 答题的顺序 你先找到破产 先拿10分 然后第二个 做票据 票据的话 最好是用英文 10加5 然后第三个题 做物权跟合同 相结合这个题目 这个数分的题目 难度不大 拿10分以上 完全可以实现 然后最后最后 做什么呢 做上市公司的 那个案例分析体 就公司跟证券 相结合 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 这个题 全部考证券 这个没问题 怎么出题 那是出题老师的事 但是这个题 你心里应该 有一个思想准备 说这个题15分 我拿10分 叫超额 完成任务 拿一半的分数 就算完成了任务 连5分都不会 你但你没复习 这是呢 四个案例分析体 只有上市公司 这个题目 有些难度 然后务权跟合同相结合 最多有一两个小问题 会有难度 但是破产跟票据 这两个案例题 难度不大 最多有一个小问题 不会就顶头了 但前提是 你好好复习了 然后看一下答题步骤 因为学生老问 两步走 还是三步走的问题 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题目的要求 他问说 假公司董事长 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管 不应当作为 共同被告的主张 是否成立 并说什么理由 这个小题 三分 我们看怎么给分呢 第一问 做出明确判断 成立还是不成立 必须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你不能左右逢远 一会儿说成立 一会儿说不成立 如果你是判断老师 最反就这种学生 你必须给一个明确的判断 判断正确了 给你一分 判断错误呢 不到扣分 不到扣分 会不会蒙一个说法 如果时间允许 可以把话说全 说假公司董事长 关于什么什么的主张 不成立 如果你想节省时间 可以简短的写 就是假公司董事长的主张 不成立 什么主张 不用说 因为有时候那个主张特长 你也不用去敲字敲半天 甚至就说 这个董事长的主张 不成立 主张不成立 照样可以 总之 判断老师就看 成立还是不成立 然后第二步 说明理由 两分 我们先看标准答案 首先 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 这是个过渡性语言 写不写 不加分 也不减分 所以你不用浪费时间 写四个字就可以 根据规定都好 注意 他肯定给的是标准答案 这标准答案比较长 说信息披露医务人 虚假陈述 这是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 信息披露医务人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江高 和其他职机责任员 以及保健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 及其职机责任员 应当与发行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一分 但是 能够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处外 这也是一分 为什么 分成两步 因为什么呢 又这是考的过错 推定责任 过错 推定责任 如果他们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 就不需要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什么叫过错 推定责任 后边第七章 会专门讲 实际上 两步走 这三分 就拿到手了 但是考上想问的是 必须 一字不差的 引述法律条文吗 必须会默写吗 真的不要求 判卷的时候 还是相对非常宽松的 只要考生能把关键词 说清楚 照样给你两分 两处关键词 第一个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董事高管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第一处 除非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 用大白话 用胡同语言 只要能说清楚 照样是可以拿到 这两分 你只要能说到点上 就可以 因为这个题进攻的时候 他没有进攻 什么保健人 承销的征销公司 也没有提到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他进攻的就是什么呢 董事和高管 连监事都没出现 所以你回答的时候 就是根据规定 到号 信息披露 医务人的董事高管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除非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 这么说 照样是给分的 然后再看一下 关于案例分析体 两步走 还是三步走 三个模式 第一最有模式是判断 加条纹 加上具体分析 这是双保险 大家最好是双保险 先引述条纹 再做具体分析 但是耽误时间 但第二个方式 是判断加条纹 这是推荐模式 这个时间不充足的情况下 就是判断加条纹 但是不得已的情况 他老是条纹 我根本就不会写 那这种情况 只能是判断 加上具体分析 什么叫具体分析呢 你得搞清 他进攻的是什么 然后在本题中 具体情况是什么 说假设考一个股东 代表诉讼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 哪个股东 有资格代表公司 提起诉讼呢 必须是连续180天以上 单独合计 大于等于1%的股东 才有资格提起 股东代表诉讼 双重标准 持股期限和持股比例 都得满足才可以 这是法条 如果这题 它进攻的是什么呢 说假这个上市公司 股东王某 它持有0.7%的 这个股份 它有资格吗 首先判断 没有资格 这先判断 什么叫具体分析呢 四个字 在本题中 逗号 在本题中 这个王某 持有的股份 仅为0.7% 说到这给分吗 不给分 必须说清 它不足1% 既然不足1% 这是关键词 进攻的是1% 你做具体分析的时候 也得针对1%来展开 必须说清 不足1% 因此没有资格 照样是给分的 这是答题的步骤 两步骤 还是三步骤 要看考生自己的时间情况 再看第四问题 今年教材的主要变化 学生老问 今年教材变化大 还是不大 俩字不大 今年教材 最近几年里边 变化幅度是最小的 但是仍然有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先看第一章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 全面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 在这块内容中 新增了党的20大报告的 相关内容 再看第二章 第一个变化 根据最新的搜法解释 新增了 对重大误解 胁迫 欺诈 这三种行为的界定 什么叫胁迫 第二种变化 在负条件的 民事法律行为中 根据解释 新增了 所负条件 如果不可能发生时 如何判断 因为你负条件 所负的条件 必须是有可能发生 有可能不发生 如果所负的条件 不可能发生 例如你负这么条件 如果 长江黄河之水倒流 则买卖合同胜效 它不可能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认定合同的效率问题 再看第三处变化 新增了 无民事 希望能力人 或者限制 民事效能力人 他在权力受到损害时 诉讼是要期间 如何起算的问题 这是第二章 主要变化 再看第五章 删掉了一个靠队 当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 在中国境内 设立合伙企业 把这个靠点删掉了 很轻松 第六章 两处变化 第一 对上市公司董江高 买卖本公司股票的限制 对这份内容 进行了重大调整 本来去年教材 就应当调整 去年没来得及 今年进行了调整 再看第二处变化 对表决权 增资 有些任教权的内容 进行了调整 再看第七章 第七章呢 最近几年 一直进行翻天覆地的调整 今年变动幅度最小 第一个变化 对操纵市场行为的界定 进了详细解读 对那几条 第一条什么意思 第三条什么意思 进了详细的解读 然后第二变化 对上市公司收购中 厂内收购 它的权益变动披露的内容 进行了调整 并不是重大调整 而是增加了解读解识 然后第三 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内容 进行了调整 第七章 变化并不是特别特别大 但是还有一些细微的调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上课讲基础班 会详细讲 但学生会问 说2月17号 全面实施注册制 今年教材 有体现吗 没有 因为咱们教材的 截止时间 截止到22年 12月31号 所以今年的新教材 没有时间 进行即时更新 什么时候要更新啊 明年 跟大家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你今年把 诸块经济法通过了 说明年那些苦孩子 肯定要全面复习注册制 再看第九章 两个变化 第一个新增了 参与公司成对会票的内容 上基础班 讲两分钟 一听而过 然后第二种变化 对信用卡 透支利率的内容 进行了调整 这是一个小问题 再看第十章 首先第一个变化 对企业国有资产的 产权登记 对产权登记的内容 进行了多处 重大调整 根据新的文件 重新写的 产权登记的问题 第二个小变化 对资产评估的 档案保存期限 进了重大调整 到底15年还是30年 涉及到单选题 再看第十一章 这是今年教材 最大最大的变化 就是第十一章 根据最新修订的 反垄断法 对第十一章的内容 进了多处 重大调整 所以第十一章 需要高度重视 在一份试卷中 它的分值五分 再看第十二章 根据最新修订的 对产贸易法 删掉了一个内容 删掉了 货物贸易 和技术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的相关规定 把那个自然段删掉 但是我们说的是 一些主要变化 实际上每一章教材 都进行了多处 文字性的调整 那这些具体的内容 到后边讲 各章的时候 会详细讲 有三个问题 第一问题 说去年的教材 今年还能用吗 第二问题 去年的辅导书 今年还能用吗 第三问题 去年的课件 今年还能用吗 统一的答案 你想通过 2023年的考试吗 如果想通过 今年的考试 你用去年的旧书 旧课件 那肯定 效果不好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 用今年的新教材 今年的新辅导书 今年的新课件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整个教材12章 它的基本情况 给大家快速的讲一下 首先看前两章 在一份试卷中 占的分纸 大概是4分到4.5分 注意前两章 千万别忽视 你毕竟你的目标 是60分 前两章 这4-5分 还是非常重要 然后看第三章 第三章呢 谈到分纸 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呢 误权法律制度 这是考生 必须翻阅的 一座大山之一 尽管没有第七章 那么难 但是误权法律制度 的确呢 考生 需要准确理解 然后看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它的分纸 差不多20分 什么意思呢 这是非常友好的一章 合同法律制度 考点 很多 但是复兴难度 并不是特别大 无非多用一点点时间 拿出10个小时 到15个小时 第四章 完全可以拿下来 然后看一下第五章 合伙 分纸 七分 四个单选 两个多选 这七分 坚决拿下来 复兴难度不大 然后第六章 是公司 法律制度 不管是11分 还是6分 坚决拿下来 这个福西难度 肯定不小 但是跟第七章相比 小屋见大屋 公司法律制度 多用一点点时间 拿出10到15个小时 这个分数 肯定可以拿下来 再看第七章 它的分值 不管是17分 还是22分 第七章 教材篇幅最大 考点最多 福西难度最大 分值 有可能最高 所以这个第七章 所以这个第七章是考生必须翻阅的一座大山 还是最难翻阅的一座大山 但是问题是呢 你的目标 只要不是100分 都好说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想拿100分 第七章 的确让人发愁 如果你的目标只是60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有40分 可以不会 有40%的题目 可以不会 有5分之2 可以不会 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所以在证券这一块 丢几分 自己可以原谅自己 但如果第六章 你还丢分 自己不能原谅自己 看一下第八章 11分 第八章 一个单选 一个案例分析体 这个难度不大 福西难度不大 视体难度也不大 第九章 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和一个案例分析体 12.5分 坚决拿下来 这个不能再丢分 破产跟票据 不能丢分 看一下最后三章 学生老问 说最后三章 能战略放弃吗 你是战略加吗 还战略放弃 你最后三章 加一块的分值 12.5分 这个分值 非常重要 出了考证之后 出了考证之后 你可以再回想一下老师讲过一句话 考证能不能通过 筑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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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在最后三章 所以最后三章绝对不属于战略放弃的范畴 然后谈到看教材 说整个教材让你全看一遍 的确呢 可能考上会发愁 但是一头一尾 前两章跟最后三章 务必要特别认真的看一遍教材 这是必须的 不能打任何折扣的要看教材 然后看一下第五问题 备考 谈到备考的话 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这个不同的人 不同的考生 他专业基础不一样 时间的投入不一样 复习习惯也不一样 所以很难说针对所有的人 都有什么灵丹妙药 这个没有 但是呢 有几个问题 咱们需要解释一下 第一个问题 是这个教材 学生老问 他说老师 我还需要买教材吗 买不买教材 不是考生 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教材 是必须买的 所有的考试题目 都来自教材 而且买教材的时候 要仔细看 你都花钱了 别买一本去年的教材 买 2023年 新版的教材 必须买教材 前面说过 前面说过 第一章第二章 还有最后三章 必须要看教材 但是看教材的时候 这个教材呢 12章 他老师能不能给它分成几个档次 实际上呢 可以分成两个档 这个第一档的话 就是教材的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 七 八 九 那么这六章 在一份试卷中 占的分值 大概是76分 四分之三 还多 再看第二档次 就是教材的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五章 十 十一 和十二 那么这六章 在一份试卷中 占的分值 是24分左右 就是呢 关于教材的基本情况 教材是必须买的 这个不用讨论 然后第二个 关于轻衣 轻衣的话呢 越来越厚 上中下 三侧 今年的轻衣 比去年的质量 肯定会有所提高 今晚每一年 我们都竭尽全力 来写轻衣 但是呢 今年的轻衣 比去年的质量 肯定会有进步 谈到轻衣 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跟教材相比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 所有的考题 来自教材 而不是轻衣 因此谈到呢 知识点的范围 那肯定是 这个教材的话 是大圈 轻衣的话呢 是小圈 是把我认为 重要的那些考点 从教材中 帮大家找出来 这是呢 第一个区别 然后第二个 谈到教材的话 它只是呢 把相关的法条 给讲一下 比如什么叫 借客上市 相关的法条 这一写就可以 但是写轻衣的时候 针对借客上市 我们会有解释 有案例 有相关的讲解 通过 这些解释案例 那么考生 对借客上市 可能就有更深入 准确的 这个理解 这是呢 针对考点 有解释 有案例 有分析 有说明 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 轻衣里边 有考试真体 以前的考试真体 考试真体的话 我们 这怎么处理的呢 说 这个客观体 是按照考点的顺序 比如讲到 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考点 最近几年 考过的真体 有价值的真体 我们放在 考点的后面 对于案例分析体 我们是根据呢 今年教材的 最新变化 把以前年度的真体 按照今年教材 进行了修整 就进行修补之后 给它放在一块 所以这些真体 对大家来说 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是呢 它要考试真体 然后第四个 有同步的 强化联系体 就每张之后 都有同步的 强化联系体 这是呢 清衣跟教材的关系 然后讲到这儿 学生问 他说 这个老师 就我买了清衣了 然后不买教材 行不行 老问这些问题 当然你问不同的学生 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把清衣真正的 好好消化了 什么叫好好消化呢 该准确理解的 准确理解了 该死经被的 死经被了 你把清衣好好消化了 无可能通不过考试 再看一下第三 是今年的课件 这个课件的话呢 首先有一个高效基础班 这个基础班 这个课室的话 大概是60个课室 然后第二个是西地班 西地班呢 百分之百讲的是 按理分析体 大概呢 是20个课室 这个基础班 跟西地班 我计划 是在 这个6月1号之前 过儿童节之前 把这两个班 全部上传往毕 而且上传的时候 是基础班 西地班 同步上传的 例如说 讲完 这个基础班 第四章 讲完合同法律制度 之后 我们会同时上传 西地班的 第一个单元 就误权跟合同 相结合的 那十几个 案例分析体 是同步上传 希望大家 按照我们上传的 节奏 来去复习 就是你把 第四章的西地班 听完之后 把误权合同 相关的知识点 真正掌握之后 在踏踏实实的 去复习 这个第五章 然后讲到 这个上传的进度 我们肯定会 跑在你的前面 希望考生 不要死 追着老师的进度 哎呀 老师那上传的 第八章了 我赶紧追第八章 千万别 瞎追 你是根据 自己的 复习节奏 根据自己的 复习计划 去听自己的课 就可以 然后再看一下 串奖班 和摩考班 串奖班呢 一般情况 是考前 这个三十天 上传 然后摩考班 是考前十五天 上传 这是我讲的 几个班次 当然还有一个班次 叫逆袭 集训班 这个集训班呢 是在考前 四十五天左右 陆陆续续 上传 有条几个班次 那么对考生而言 我建议呢 大多数考生 踏踏实实的 听基础班 吸体班 按照这个节奏 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 去复习 但如果有考生 说真的没有时间 听基础班 那在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听 这个集训班 这是呢 关于这个纪念的课件 然后第四 学生老问一个问题 说复习 筑快经济法的时候 是多看书 还是多做题 讲到这个点 大家需要清楚 筑快经济法 那我建议大家 是百分之六十的时间 去看书 不管是看教材 看轻衣的 那些考点分析 你拿出至少百分之六十的时间 去消化这些考点 比如什么叫杰克上试 你把杰克上试 真正搞清楚了 然后再去做题 才是有效果的 如果你没有看这考点 只是刷题 效果并不好 所以有两个成语 一个是事倍功半 一个是事半功倍 到底哪个好 哪个不好 你自己去慢慢琢磨 如果 只是瞎刷题 效果肯定不好 舍本琢磨 所以建议大家 还是呢 先踏踏实实的 去消化这些考点 实际上有的考生 就把考清楚了 做了很少题 照样可以通过考试 但是我也听过 很多考生 考点 没好好去消化 老在那瞎刷题 刷了好几年了 那效果并不好 然后第五 是考试真题 谈到真题 有好多考生 有一个毛病 他说老师 我从网上找到了 2014年的考试真题 的确是真题 但是真题 有可能有读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这些年教材 一直进行翻天覆地的调整 说今年教材变化不大 还那么多调整 所以一般的考生 很难准确区分 说哪个考题有读 哪个考题没读 你没法区分 因此你做的是真题 有可能走火入猛 最后抑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别找到一套真题 就开始做 做一晚上愁死人 这个题怎么教材中没有 早就删了 所以如果想做真题 做冬奥版的考试真题 我们是把以前年度的考题 按照今年教材 进行了筛查 修补解析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看 这个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段话 这个话呢 是来自西方的 祈祷吧 因为上帝决定一切 奋斗吧 因为我们也决定一切 翻译上中文就四个字 天道出去 好我们的前演就讲完了